契旋加布里埃尔给新西兰造成了严重破坏 现在为止至少有两人死亡 一名志愿消防员仍然下落不明 新的航拍图像显示 契旋加布里埃尔在北岛从穆里淮到霍克斯湾的致命破坏路径 房屋被毁 城镇完全与外界隔绝 许多地区仍有数十万居民断电 霍克斯湾、吉斯伯恩和穆里淮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今天早上,纳皮尔在洪水上涨的情况下进行了新的疏散 霍克斯湾民房部门今天早上表示 洪水和淹没沿海郊区TA网 Is Dead的洪水正在升高 并建议该地区的所有居民特离到家人或朋友的家中 新图像揭示了加布里埃尔造成的破坏程度 以及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 穆里淮的新航拍照片揭示了周一晚上毁灭性的山体滑坡摧毁了一座房屋 航拍照片显示 怀罗阿等城镇已完全被洪水淹没 而吉斯伯恩、内皮尔、黑斯廷斯和北岛东海岸的其他居民点则因房屋 道路、电力、电话和互联网的中断而苦苦挣扎 国防军发布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图像 显示居民从纳皮尔附近的埃斯克谷的屋顶上被带走 该地区的房屋和财产几乎完全被淹没 字幕志愿者 杨栗斯页